我們這個學期的課程是三週 這一週 下一週 下一週 那這一週跟下一週都是還有社會課 所以都只有一個小時 像今天只有一個小時 下班是兩小時 下下班就是一小時 那時間上很有限 下禮拜要做意識認證 下下禮拜要做意識認證 希望課程今天認證 認證會有口試跟筆試的部分 我們要在這邊考一模 不是英文啊 剛剛是考生物啊 生物也不要口試 對啊 也不要口試啊 要分口試跟筆試 筆試的節目出的差不多了 然後口試會出 所以我們下禮拜會花一節課時間做的事情 下禮拜兩節課一節會上課 第二節課就是要做認證 下禮拜再做一次 那如果說萬一這個部分沒有很理想的話 等就麻煩各位下禮拜再上一次 就這樣子 好那 上禮拜我們把那個生菜系的部分 大致上講的差不多了 有些東西上課本上就有一些說明跟解釋 大家再看一下 不能把課堂上講的就當完成 就當你學這個唯一嘛 就算上完課了 我一直在講喔 在上課 上課只是一種說明 理論上是你應該在學校 在家裡面已經預習過了 所以在課堂上可以做一點討論 如果在家裡面有預習過的話 在課堂上裡面單方向的輸入 我一直在灌輸做了一些也許所有的觀念 那是很可惜的 所以你剛剛先預習過了 你還在說什麼東西是 好像是那樣的 好像是那樣的 你自己腦袋裡面有一些東西 我們才可以做雙向的討論 這樣學習是最有效果的 那除了預習之外呢 上完課之後回去寫學習單 這段複習 你回家一定要寫過學習單 你才會印象深刻 今天所上課的內容 會覺得印象深刻一點 那很多同學回去出課之後 就是下課之後 就好像 欸下課了 上完了 沒事了 這樣就跟你沒有關係 所以就忘記了 所以就什麼東西都忘記了 所以我希望說 各位應該慢慢養的習慣是 真的是你上課之前預習 到中 下課之後的寫學習單 跟複習 這是非常重要 張宗你 你後來的學習單 我好像還沒有看到 謝謝你後來 給了幾張學習單 都沒看到 對 來 那個 這張學習單 就是滿高的 冷 然後 然後 看在學習單 冷 朝熱 然後 好 從食物 食物鏈的第四秒 從食物鏈的觀點 我們來嘗嘗看 生物狀況的狀況性 因為如果我們知道生產者 所以我們是個趣 需要個例子來講 學校的草場上 有哪些生產者 新物 蛤 什麼 學校的生物 草 草 草是生產者 對 為什麼草是生產者 魔法會好像在吸菌劇 又會有這個能力 什麼 有星光合作的喔 因為它照到這樣 你可以星光合作 它可以扛著那樣子輪起來 它可以長大 可以生長 可以扳擊 所以它就是 生產者 喔 不是喔 它草 接下來的話 草會被誰吃掉 草會被什麼動物吃掉 鯨蟲 草蟲 什麼樣的草蟲 草蟲是草蟲 毛毛蟲 草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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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隻毛毛蟲排這裡 草蟲有很多種 譬如什麼 草蟲 蟋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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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雞里瓜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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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毛毛蟲 草蟲 草蟲 竹蟲 湯蟲 湯蟲算不算 不算 湯蟲不算 湯蟲不算 湯蟲是肉食性的 譬如說 我們剛剛講的 草蟲 草蟲 直接草蟲 草蟲 蟹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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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蟲 蟹蟲 蟹蟲 豬之類的 這是第一個消費者 是昆蟲 還有別的昆蟲 還有別的什麼動物可以別吃草蟲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動物就是黃 不要再聊天了 牠是什麼 牠是什麼動物或者是什麼東西吃草 什麼 地鼠吃草 地鼠吃不吃草 地鼠吃做一些雜貓的 地鼠是屬於比較雜貓的雜貓 當然有根莖類的植物它有資料 所以地鼠 我們這邊可以寫地鼠 現在有些草 有啊 學校有地鼠 藝術不單是吃草 我們知道是生產者說草之外還有一些作物 譬如像紅蘿蔔 需要紅蘿蔔 沒有 但是學校有野芋頭 野芋頭 看過沒有 學校有野芋頭 所以會反而濕包 所以只要牠都長根 地下根類的東西牠就可以好 我們講作物好了 好 都可以給地鼠吃的喔 好 然後這個昆蟲部分 蚯蚓吃什麼 吃土 蚯蚓吃土 蚯蚓吃土 蚯蚓吃這些 蚯蚓吃自己 蚯蚓吃天 蚯蚓吃自己 蚯蚓吃自己 蚯蚓想要擦距與代 criticism 蚯蚓有效 蚯蚓會很う 蚯蚓可能性 那你吃自己就好啦 你的肚子餓都低就切塊都喜歡自己吃就好啦 可是我很快啊 Choy 很快 Choy 不會很快啊 她哪很快 Choy 他會吃土裡面的一些 算是植物啦 從湯裡面去過去 然後他會吃一些比較小的生物 譬如是小蟲子 小的那個細菌或者什麼 他在土裡面 像他把土製進去之後 他就開始消化 所以 Choy 是在做過濾的動作 把那些有基質全部過濾起來 那 Choy 他會被第一組吃掉 然後 昆蟲們還會被誰吃掉 昆蟲 更大的昆蟲 被更大的昆蟲 像是唐朗對不對 湯蟲是會吃他們 肉質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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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蟲會吃他們 還有什麼東西 昆蟲會吃他們 蜘蛛 蜘蛛 OK 蜘蛛也會吃他們 鐵線蟲 鐵線蟲 這是什麼 湯蟲屁股裡面是鐵線蟲 什麼蟲 湯蟲 湯蟲有鐵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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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蟲是蟲 湯蟲有鐵線蟲 湯蟲也會被誰吃掉 湯蟲 革吃 會被甚麼 湯蟲會被蜘蛛 會被甚麼 湯蟲跟蜘蛛會被蜘蛛蟲吃掉 它們有的可能會互吃 他們有的可能會跟蜘蛛蟲吃 有可能會被蜘蛛 好 這隻昆蟲跟蜘蛛蟲有可能會被蜘蛛蟲 尾蛛蟲 湯跟蜘蛛蟲 雞 okay 鳥 鳥 鳥咧 它們有時候可能會被鳥吃掉 有些像那天我看那個馬鹿停在草地上就吃了一隻 我看他這樣停就看他 一直這麼長的球也被拉出來 那邊拉了都拉成這麼長 很長的 好大 不要那麼大 所以我們不要吃掉 沒有錄影 沒有錄影 我有錄影 我有錄影 你好 好 那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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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蜘蛛或是田蜘會被什麼吃掉 在這個草地上有什麼 什麼 人 人會吃鳥 我會吃這邊的鳥 我也會吃鳥 你看過誰吃這邊的鳥 我不是沒看過 可是人會吃鳥 我先講說這邊的操場 對啊 這個生態系 這個生態系 因為人沒有跟他們一起互動 我們沒有去吃這些東西 你有去吃這些 昆蟲炸籠 豬蟲 蜘蛛 蜘蛛 吃這些東西 我們有吃草 我們有吃這邊草 他們都在種了 不吃浪費 不不不不 我說超常的草 你說 會出來種的 或是老辣種的 那不算 超常的 那接下來呢 往上 鳥或地鼠 或是蜘蛛 還要被你吃掉 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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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嗎 這怕我們是基礎消失的 對 這裡有地鼠嗎 有啊 有啊 鹽鼠啊 這有兔子嗎 我們看過了嗎 這裡有兔子嗎 兔子你看看 什麼 兔子太脆弱了 你看看嗎 嗯 我們是有挖來地鼠 我們要挖來地鼠 我們要把葉鼠幫忙 對啊 葉鼠幫忙 太不葉鼠了 是吧 對啊 什麼都沒有 可是它 不是會挖的 那只有那一隻啊 那邊有一堆啊 那都會地動啊 那我可以抓好不好 你不容易抓 好 野狗 市場主野狗都在什麼 我們剛剛在天空環選的 一個大怪獸 大怪獸狗 對 老一虎是野狗 蛤 老一虎是野狗 老一虎是野狗 我說 小鳥跟地鼠會被 被野狗或是老林吃掉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野狗或是老林猴 他們要看為什麼 他們什麼動物會吃他們的 猴子沒有 東京石蟑子 猴子 猴子會吃什麼 這些東西吃了 被猴子吃掉 猴子要是吃蜘蛛 是吃蜘蛛 石蟑會吃人 猴子會吃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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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 所以這些作物呢 也會被猴子吃掉 對不對 對 我們正學人 對 然後 尊重有可能被猴子吃掉 地鼠會被猴子吃掉 地鼠會被猴子吃掉嗎 會 只要我一生下令 那些猴子就不會去吃了 好 牆鳥會被被猴子吃掉 會吧 有可能 那應該 很難 地鼠 地鼠被猴子吃掉 會吧 那些猴子會被猴子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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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畫的很奇怪 你看 你是鳥劍頭 那你野狗還是老猴子 那你做新制度 我總是反過來劍頭 反過來劍頭 什麼意思 因為這樣才會 鳥跟鳥 好像很吃掉 這樣好像鳥在吃牠 然後蜘蛛吃鳥 我說你畫的很像蜘蛛在吃鳥 然後鳥來吃老猴 好 沒關係 那是你的定義 那定義是 劍頭就是被吃掉 牠們會被鳥吃掉 好 那是這樣的定義 就是你可以 我覺得有些老猴子會吃猴子 有些老猴子會吃猴子 OK好 那什麼石頭丟是不是 同理 那這桃圓沒有東西 有野猴子會被老猴子吃掉 同理 狗會吃老猴子 狗會吃猴子 狗會吃猴子 狗會吃好看的嗎 我覺得狗餓到六堂就這麼做 有可能 狗子的場面 野狗吃掉 誒 野狗有可能被猴子吃掉 什麼 野狗有可能被猴子吃掉 有可能 那是這個鏡頭是 他只能被核心釣掉 核心釣掉 核心釣掉 就這張圖上 就是那個 食物鏈來講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解釋說 什麼叫做生物的多樣性 食物鏈 這是食物鏈 食物鏈變成一個食物網 生物的多樣性對於 生物的保存 好 這是什麼 併多舉個例好 假設 直接從 只吃 他只吃上陣 假設 他只吃上陣 他比較喜歡吃 巴勒的葉子 吃巴勒的葉子 巴葉 巴勒的葉子 巴勒的葉子 他喜歡吃 巴勒的葉子 好 結果呢 學校附近的巴勒的葉子 巴勒都死光了 都沒有巴勒的 他直接頭會死掉 對啊 就死掉了吧 所以 他的 他這個生物 如果他只靠一種食物來源的話 他就很容易死掉 只要那種食物來源 你不小心 不知道 不小心裡面的話 這個食物 這個動物就沒有 就這個蚊蟲就沒有他的食物來源 他就死掉了 好 所以說這樣我們知道 熊貓子是什麼 佐達 他是飄食的耶 他只是任主 對不對 雲南那邊那個 熊貓他只是那種 任主 只是豬子的前端 如果說 你把 把這熊貓 因為遷徙 因為地震 因為各種官場 必須被迫 離開他欺激地 到另外的地方去 如果他找到豬子 他就餓死了 所以說 所以說 假設他的食物獵 是只有這樣子 A 到B 到B 到C 然後再回到A 假設這個樣的食物獵 這很乾淨的食物獵 只要任何一個東西滅絕了 他就滅絕了 對不對 只要任何一個東西滅絕 他就滅絕了 是不是 所以說 我們現在看 這邊的生物 這個食物房的生物 誰就不容易滅絕 誰 誰最不容易死掉 那 草 草 草 不容易死掉 草可能很容易死掉 為什麼草不容易死掉 因為這個就是 怎麼沒と 遇到 曾經 他的東西都是大量的 他就有陽光 要有水他就活下來 基本上是這樣子吧 有陽光有水他就活下來了 除了草 最不容易死掉 我只跟斗最不容易死掉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箭頭最多 可是你知道箭頭有死過 他就死定了 話是這樣講沒有錯 但是 對 就是他的出擊箭頭最少 進來箭頭最多 他可以吃的食物很多種 但是他被吃掉的機會很少 食物重重機率很高 那誰最容易不見的 誰最容易消失 我 你誰最先容易嗎 蛤 你說誰最先消失 不是最先最容易消失 老鷹 老鷹這個地方是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啊 老鷹 我只是畫在一起啊 就老鷹你可以吃 譬如夾猴子或地鼠 那如果老鷹跟野狗都要畫 我都畫在一起嘛 我當時要畫的時候 因為他們就像這個一樣 昆蟲很多類 我就被換上這箭頭去寫 那如果老鷹 那如果老鷹跟野狗都畫一頭去寫 有什麼事啊 沒有 一開始我只是 因為剛才誰在講說 狗會吃老 狗會吃猴子 會把猴子畫給狗 然後有些人說 欸 猴子要疼吃狗 他看不出來 可是老鷹 會被猴子吃掉嗎 我根本把這個拔下來 很不容易吧 猴子要吃老鷹很不容易啊 好 因為我們喜歡的老鷹飛 而且飛得很高 這裏最南國的 這裏最南國的 這裏最南國的問是誰 這裏最南國的問是誰 這裏最南國的 然後邱鷹好了 邱鷹好了 邱鷹很南國嗎 邱鷹很南國嗎 他最適合 所以他地底下東西好多 他太肯 被關上一國的 原來不是地鼠嗎 地鼠 地鼠不容易活嗎 地鼠不是俘鷹 他也在地底下 也是什麼 我們生一下很大的時間 我們要起來很容易 可是他可以吃客戶嗎 對啊 我們這邊 中心很多 地鼠要消失 其實也不太容易 如果 如果草木 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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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就打到就滅頭 有可能嗎 有可能 哪個愛情啊 目前來講很難喔 因為我只是差太容易打 可是多多鳥有沒有滅絕 多多鳥 為什麼多多鳥滅絕 人類被捏太多 被血捏太多 多多鳥跟人類有在一起生活夢嗎 是嗎 多多鳥是 你講多多鳥是 是遠古時期的多多鳥 是遠古時期的多多鳥 你是遠古時期的多多鳥 是遠古時期的多多鳥 就是遠古時期的多鳥 就不會飛 那個是什麼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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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鳥 對老師 我常常聽過的時間講 鳥被人類獵傷 但是人類去做一個選擇 他把一種生物給獵決掉 可是如果你要講這些東西 是他自然間生存的 其實假如這個人很想要 老銀行 想要把那個大關丘抓回來做標本 所以我們一開始很多人 可以抓大關丘 比如說現在開始大關丘抓到一隻給1500塊錢 所以我們都開始想辦法抓大關丘 我覺得一顆可能就不值了 打了一個大關丘 那很多花子在 1500塊不太平 只要一根晚上買一個金屬 按核 可是如果你很屌的 那種類的 他就要一顆紙在那就可以查一隻了 所以他還是會很好抓 我不知道 1500塊買不到就兩千塊 可能買不到三千塊 反正就花大錢去買大關丘 那是很多東西捏大關丘 像我們台灣 像伊達地區 以前有什麼叫寬尾鳳碟 叫什麼那有 照光光 寬尾鳳碟 就被抓光了 弄其力好快 現在已經很難看到了 因為 那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日本大家收購 這種 台灣很漂亮的蝴蝶 那就是收購 這樣有沒有記得 我爸爸也 小時候 我小時候看貨大 我爸爸也拿過一隻蝶蝶 一隻蝴蝶 這麼大隻吧 好不容易 他就長成 很像這樣子 這是哪一個阿里大元 你這是畫1比1嗎 這是阿里大元 那是外面石頭 不好意思我畫得不好 他會就這麼大隻 那是蝴蝶 他會這麼大隻 喔 那是帝王河 對 很像是那種東西 然後 然後很多人 他都喜歡 覺得好像家裡有一個人 就這樣 就買一買 然後他就被 也是這樣說面穴 然後殺光 所以就是這樣 你知道人的 人的 影響 因為人很奇怪 人這種動物喔 不是為了吃 才去獵殺 為了吃去獵殺 你還不記得念的 而且人喔 是一個雜屑 雜屑 雜屑 很有人看到說 有一次 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不是那個什麼 紅火椅 紅火椅 紅火椅在台灣很昌盛 很昌盛 很昌盛 到處去 因為聽到就很痛 就紅走 然後就有人看 就說 沒關係啦 只要有人去證明一下 客人一下 吃紅火椅 會這個 會很強壯 所以第二天 紅火椅就被吃光了 就是 我們就會有這個習慣 然後整個什麼都吃啊 什麼 熊 熊打 熊膽 熊掌 那個湖邊 對 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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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 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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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有 像那個廣東沒有人吃貓 對 吃虎娜 有人倒菜的龍虎豆 吃虎娜 什麼 廣東名菜 好 擁抱跟蛇 好 尋找龍虎豆 好 多文藝 好 我這時候就不清楚了 是嗎 因為是紮實性 紮實性的好處是確保食物來源很多元 我可以吃這個 這個沒有就吃這個 這個沒有就吃那個 那個沒有就吃這個 我什麼都可以吃 所以說人是什麼 除了什麼不吃之外 其他都是 豬肉怎麼吃 四隻腳的豬肉 桌子不吃 一隻吃 兩隻腳的 人不吃嗎 其他都是 其他都是 那你們就是 飛機不吃 在天空的飛機不吃 什麼 直升機吃 人都常常 對了 但是在特殊情況之下 人跟人 人會吃 不是吧 應該 只要有發現東西 人應該都會吃吧 對啊 比如說水壺應該也有人吃 來 我是說吃野菜 搞不好有一個人吃過 然後他就死了 這我知道 這我知道 那邊有一個 也是 他追殺他的情敵 殺完他的情敵之後 那邊的生物就遇到一個套劫 現在很多人在吃蚊蟲 吃了 很多人在吃蚊蟲 因為為什麼吃蚊蟲 叫白子 像很多以前 我們可能吃蚊蟲 我們可能吃比較高等的動物 比較高等的動物 譬如說像我們吃 像現在很多人在推廣說 我們要多吃蔬菜 因為吃蔬菜可以 降低溫室 為什麼吃蔬菜可以降低溫室 為什麼吃蔬菜可以降低溫室 大家都有種 什麼 大家都有種 大家都有種 其實比較大原因是這樣 因為一隻牛 他吃 10公斤 他吃 我再舉個例 他吃10公斤的肉 10公斤的草 他是10公斤的草 當幾公斤的肉 等長1公斤的肉 給牛吃牛肉還要炒嗎 是他有人這樣做 因為有人為了確保 當牛健康一點 或長快一點 他把一些 比較不好的牛 殺掉 把肉變成粉 不同的草原去給牛吃 所以現在有人講說 黃牛病之所以 現在在美國很猖獗 因為他們用了一個 不道德的做法 去餵養牛 所以那個病毒 變成在牛體內循環 一直循環 一直循環 他變得越來越嚴重 為什麼 你要混在裡面 直接牙齊牛肉就好啊 他不會吃牛肉 他不會吃牛肉 他天青他不會去吃肉 他不吃肉 他不吃肉 牛不吃肉的 牛不吃肉的 牛不吃肉的嘛 所以都 假設現在要吃肉 我們吃肉 你必須大概十倍到二十倍以上的蔬菜 去餵養它 所以現在在糧食危機的情況下 我們人都吃不夠了 結果我們花了很多地 花了很多肥料 種了菜 種了玉米 種了馬鈴薯 結果那些不常去餵人 因為很多人不常去餵人 而是餵什麼 餵牛 然後我們在吃 拿一百公斤 為了牛 就只得到五公斤左右 或十公斤左右的肉 那五公斤十公斤左右的肉 上次不會不太飽的 只有少數的吃得到 你知道他奶製品怎麼辦 什麼奶製品 如果吃加牛的話 那奶製品 他還會多奶 我猜今天有一個問題 你家奶製品怎麼辦 你家奶製品怎麼辦 你家吃肉的話 沒量吃 你家喝奶的 是 乳製品 不要不要一樣的意思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就要把牛奶的產量也要加進去 牛奶的產量也加進去 牛奶的產量也加進去 對阿 你剛剛只講的 喔 可是牛奶只是一部分阿 先點個小條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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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 事實上你要想好了 牛奶也有人說 牛奶是一個很健康的食物阿 對阿 正常來講 一隻牛坑 一年360天都要產牛奶 對阿這些牛為什麼從 我看到呢 牛的青春期開始會 會產生 之後呢 他就開始二十小時 沒有二十小時 太誇張 三百二十五天不間斷的產牛奶 愛心病 然後產到他死掉為止 產到他老了為止 為什麼 一定是人類給他加一些奇奇怪怪的藥劑 不動的刺激他去產乳 所以那些乳是不太健康阿 那有這樣 有這樣 有這樣 但是我們因為吃習慣牛奶 我們吃習慣牛奶 因為牛奶很好的 牛奶很健康 可是實際上 又有人這樣說 牛奶實際上是不健康 因為他是經過被刺激出來 生長 產出了牛奶 那是太平常了 因為這樣子 他的 這叫做飼料替換率 替換率非常低 那在牛 養健身牛 他很相對來講 他要大便 大便會產生 甲腕 會有一些發酵氣體 會產生 會產生這個溫濕氣體 然後牛呢 會需要很多水 乾淨的水 那事實上現在目前來講 事實上很多地方缺水 乾淨的水就夠了 所以我們把水拿去餵牛 把食物拿去餵牛 結果牛吃的那些東西 結果他就長一間的肉 給人吃 他實際上是非常的不划算 所以如果有人直接吃菜 直接生炒 吃蠻划算的 另外一個說法 現在比較好的說法 有另外一個說法說 但炒提供蛋白質很有限 所以有人說 那我們要不要吃昆蟲 因為昆蟲 基本上大概是 吃了10公斤的草 可以長出9公斤的肉 可以長出9公斤的肉 可以長出9公斤的 這個貓蟲啊 或是豚蟲 可以長出9公斤的肉 所以你們以前小時候 有養過草沒有 有 上葉一丟 隔天的草蟲 噸 變成大變一倍 那丟點草 上葉 噴噴噴噴 就變一倍 那草 大得很快 有沒有感覺 他基本上吃了菜 他吃了那些葉子 吃完了之後 他馬上90%都轉換了肉 所以他轉換蛋白質 是非常有效率的 所以他轉換蛋白質 是非常有效率的 他瘦命很短 你知道嗎 他瘦命好短 瘦命很短 對 所以說在我那時候去 我去緬甸 後來問他們說 在雲南地區 在東南亞國家 很多地方他們吃昆蟲 他們都是薩膜 或是蟋蟲 不是那種蜂蟲 有吃蟲 有吃蟲 肥有吃蟲 吃雞蟲 這麼大的雞蟲 就看到在盤子裡面 我吃不下去 我沒辦法吃 好餓 但是因為是 我去緬甸 但是習慣的問題 就這樣 我們朋友是 我們那時候不是 童韓節招在國外 我國外的那個朋友來 有遺然 那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是 亞美尼亞國家的人來 那我們在社區 我們就招他們去吃 他不用在地下 直接剪蟲子吃吧 沒有沒有 我們就烤肉 烤肉 我覺得烤肉最好吃的是什麼 牛舌 沒有 牛舌 沒有 牛舌 雞肉 有雞肉 有 還有什麼 羊肉 羊肉 牛肉 還有咧 還有 香腸 豬肉 還有咧 牛肉 牛肉 還有 玉米 玉米 你們都自烤那些 有些海鮮類的啊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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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我們在吃的時候 哇這蝦子好吃 我們就特別去買那種蝦 這麼大一隻 竄起來這樣 好 咖啡 來 這蝦子給你 我煮魚啊 然後為什麼其實不吃 他說 這是什麼蟲 沒看過 哈哈 他沒看到蟲 他是覺得那其實是什麼奇怪的蟲 他腳很多 非常多隻腳 就像假設有一天你去那邊玩 你記不記得上次五代空中 這樣就看到一隻 那個腳很長的 我沒有說你啊 要不會 你看中南美洲 大蜘蛛 在中南美洲大蜘蛛就是跑來吃啊 但是把大蜘蛛跑來吃 跑來吃點像棉花草 蜘蛛大蜘蛛 事實上蜘蛛跟螃蟹 事實上很類似 有沒有感覺 八隻腳 事實上都有咳 螃蟹有毛蟹 毛蟹上面都是毛 蜘蛛有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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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是茄子動物耶 所以茄子動物就是外面都是殼啊 只是殼硬或殼軟而已 你會覺得蜘蛛的殼很薄 沒有錯 殼比較薄 蜘蛛的蜘蛛 你打蜘蛛的球員就這樣 那你可以這個老生 誰在跟你講師傅 好OK 蜘蛛會 所以我們在食物多安化的時候 人類因為食物多安化 都很容易去獲得食物 所以也有人說啊 假設 蜘蛛都滅絕了 蜘蛛都滅絕了 很多動物都完蛋了 半年之後可能說 很大部分動物都死光了 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殺蜘蛛 不可以把蜘蛛滅絕了 可是人都滅絕了 如果人被滅絕了 半年之後呢 生物會非常多樣化 會越來越蓬勃發生 生物可以殺人 人在整個食物店 是最頂端的 是最頂端的 人類會被食種吃掉 人類會被食種吃掉 食種 人類吸血鬼啊 人類基本上它有什麼天敵 就目前來講 人類會 人類先會會死亡 大部分都因為人類自己造可能 人類天敵在海底啊 就是食種 好 食種就是食種 我想說 我接下來介紹說棒法 二級 我們現在的水和池裡面很多大肚蜘對不對 有啊 大肚鱼了喔 那就是大肚鱼了 哎呀,真是假的 好,那有一點 我們想要知道大肚鱼到底有什麼事怎麼辦 就不能撈錢的鱼 就不能撈錢的鱼 鋪殺 把那個水抽乾 然後一直這樣彈掉 好,這時候我們有個方法 就是可以考慮可以這樣做 但是... 我們是耐溝 裡面都是... 裡面都是小魚 還有大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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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在經常過程當中 它可能還在生對不對 你在經常過程當中 它可能還在死掉 但是我們可以... 所以... 假如我們不放它 能夠長過一些新生物 有時候從外來的飄過來的 或者是別的鳥 帶過來就有苦 平常過啊 對,像之前有長過水湯 你看過沒有 水湯那一隻... 那鳥帶來什麼 鳥帶來什麼 鳥帶來腳 它去沾... 它譬如它套到這個甜蜜蜜 去吃東西 它站在一些軟 在自己的腳上 它不知道 結果它要被到這邊來吃東西 它這個軟就掉在這個水湯裡面去 有沒有可能有十二魚 不太可能 對... 這十三魚不太可能 好 好 尋找這個水湯裡面多少 小魚 怎麼辦 怎麼蒜 真的撈起來一隻一隻蒜 還有什麼方法比較簡單 你現在有交什麼面積 我沒有調過 對,我沒有調過 因為它會聚集 那邊一群 那邊一群 好,要問一下桌方法 桌方法 桌方法 課本來有介紹 抓幾隻 最後給我回去 說看,再講一遍 抓幾隻,最後給我回去 好,沒有錯 我先抓二十隻好了 抓二十隻回來 我抓二十隻之後呢 給它做七號 譬如我做到排七 或給它做... 因為這裡太小了 我可能做到小七號 再把它放回去 所以這二十隻是會到處亂跑 然後鞋子還挺低的 誒,它到處亂跑一段時間就均勻了 好,記得我抓到二十隻喔 我抓到二十隻 對不對 好,我現在再撈 再撈一次 這是我撈二十隻 我撈二十隻 我撈二十隻 我撈二十隻之後能發現 有做七號的只有兩隻 那你把其他八隻做幾號 不用,不用 不行啊 根據這個結果 這裡面應該有幾隻魚 看看 看它的比例 按照比例 按照比例 但是我不會算 一百隻 我算了 是一百隻嗎 不是一百隻啊 不是一百隻啊 是一百隻 一百隻哪個呢 猜猜看 只是骸子 不行這樣 怎麼算的 誒,那邊的同學 怎麼在洗啊 好啦,四百隻 兩百,兩百隻 四百,四百 四百隻怎麼算的 沒有,我不會算 我不會算 怎麼算的 因為它是十分之一 OK 非常的十分之一 我有記號的是十分之一嘛 有記號的是十分之一嘛 假的混合均勻的話 表示說我當初放鴿子進去 任何地方撈起來 就是二十分之二 任何地方撈起來就是二十分之二 任何地方撈起來就是二十分之二 表示十分之一的 有記號的 那你耶 那當我沒有記號的 整個做的瑜伽起來就是 兩百隻 這樣懂我意思嗎 說方法這樣意思概念 你就懂嗎 嗯 就懂嗎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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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給我舉個例子 好,我這邊很多豆子 你們很多豆子 這邊有幾個豆子 你不要握我這個肥 這邊有幾個豆子怎麼算 哪一種 我還要出一個的重量 然後 然後呢 撐一下面積 撐一下面積 所以面積 體積 知道他的重量在撐一下體積 幹嘛 知道他每個的重量之後 再撐到他的體積 他體積有多少 我知道 我白痴 知道他的重量 他拿去那個什麼體重器 再放一下 然後再處理就好了 你知道他意思嗎 知道他自己的重量 然後之後再拿去 撐 那我只要一個重量 我把整個拿去撐 然後再把所有的重量 塑上就單一個重量 我就知道 這樣一定有無差 有幾個 一定有無差 這樣有無差 豆無差 不要不要 你可以就是我啊 欸欸欸 你不同意 他說你不是有這樣的講話 我不是有辦法 那假設 因為這些 這些豆子是在我的盒子裡面 它不會跑 所以你可以這樣做 如果這些豆子是魚 跑來跑去 你有辦法這樣做嗎 你有辦法把所有魚抓起來 撐一次重量嗎 只要把所有魚抓起來 沒有辦法 所以我是 我就把一些豆子拿去染色 染成黑色 染成黑色之後 就混混 把它混成均勻的 我知道我抓了50顆豆子去染色了 我混均勻之後呢 我這樣抓一把出來 假設這一把還是50顆 我就算了 假設我混均勻之後 混均勻之後是不是 這些豆子 都均勻分散在 有顏色的豆子均勻分散在各個角落 對不對 這是沒有顏色的豆子 有顏色的豆子 有顏色豆子就分配均勻了 就跟我們的糖溶解在水裡面一樣 這時候呢 假設我取了這一小塊豆子 我發現這一小塊豆子的 十分之一 是有顏色的豆子 那其實這一塊豆子裡面 有多少分之一 是多少 有幾分之幾 是有顏色的豆子 哈囉 一百分之十 一百分之十也可以 有十分之一 是不是這樣 就假設分配均 假設分配均 那這一邊 這一區的豆子 有多少 有幾分之幾 是有顏色的豆子 應該有 應該有100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假設我是要抓一批豆子 一批豆子 我抓了50顆豆子 裡面應該有幾顆有顏色的豆子 裡面有幾顆有顏色的豆子 五顆 五顆嘛 可是我是不是講說 我之前抓了幾顆 有顏色的豆子丟進去 五十 五十 對 我這裡面有五十顆有顏色的豆子 所以全部都幾顆 所以全部應該會有幾顆 所有的豆子總數了多少 五百分 會有五百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十分之一嘛 因為裡面只有十分之一 是有顏色的 所以剩下的十分之九 是沒有顏色的 所以我丟了五十顆豆子 也就是混半均勻之後 可以得到十分之一的結果 那也就是原來的比例 就是五百個豆子 五百個豆子 這是一個我做方法的概念 那 太神了 太神了還是太神了 太神 太神 好 那 我們現在 剛剛講的 不差在哪裡 什麼都會有不差發生 因為你抓到的我都會黑 什麼再講一遍 因為你抓到的我都會黑 喔 我抓什麼都黑了 有可能啊 事實上有的官員會不是分散均勻嗎 我一開始抓到二十隻魚 說明都是朋友 所以這二十隻永遠都在一起 這二十隻都在一起 結果我在那邊抓 欸 沒有抓到半隻 做其他的魚 結果就是說 這個魚量很大很大很大 大到二十隻就分散掉一件 是不是 我這樣戳跑對嗎 對喔 有可能 對 有可能不對 因為有可能這些魚很集中 只會不上它集中那麼大魚 就這樣 我要問說這個渠道操場上有多少隻麻雀 怎麼辦 全省一隻麻雀五百塊 我就想說 好 我就先抓了五十隻 抓了五十隻麻雀 給它做記號再給它放回去 結果隔了一個禮拜 都把麻雀再抓五十隻回來 結果找不到半隻有做記號的 現在怎麼回事 前五十隻飛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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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不來了 這地方為什麼它被抓 不來了 就跑掉了 是不是 所以做方法是會有誤差很好 好 好 剩下幾個題目自己看課本 來 這邊有今天的選擇 來 這邊有今天的選擇 需要嗎 你要講話 你亂講幹嘛 來 來 對 你來不及收回來 等一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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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它拼在一起很好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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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业事上是一个能量的循环 是什么能量循环 谁会知道 什么能量循环 不知道 我们从植物上获得什么样的能量 或植物获得什么样的能量 氧气 氧气不叫能量 氧气跟耐 植物获得到二氧化 二氧化那不是能量 二氧化那种物质 它获得什么样的能量 植物 植物从哪边得到能量 植物里 你知道什么植物在哪里 植物啊 植物啊 它把二氧化那种水组合成蛋白质 组合成淀粉 它需要能量 那能量从哪里 你记得 从我的地骨 我们从很久很久已经讲过了 我的地骨 在酵素分解跟组合的过程 它就需要能量 那能量从哪里拿 酸 蛤 就是啊 譬如说我现在要盖房子 我需要很多材料 水泥 砖块 木头什么的 那盖房子需要什么 如果我材料准备好 房子就盖起來 我需要人 需要人 人就是能量 你需要给它能量 它才动起来 从它的酵素跟 譬如酵母讲 这是一个物质 我酵素跟它组合 要把它分解 组合起来没有问题 可是分解就需要能量 它什么 它能量哪里拿 从植物来讲的话 能量会从哪里拿 酵素 酵素 酵素没有能量 酵素就是一种蛋白质 能量会从哪里拿 对 好 我们再回头 看往天下 维持生命的三酵素 有哪三种 什么 什么 阳光空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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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里面 谁是能量 阳光 阳光 阳光是哪样 热热 对不对 阳光能量给了植物 所以植物才可以把空气中的二氧化 跟水 组合成淀粉 是不是这样子 组合成淀粉之后 它就会变成 这个能量就被组存起来 然后被谁吃掉 谁我 好 这个猴子会吃的植物 他吃了植物 他就把这个淀粉转换成 它自己身上的脂肪 或者是蛋白质 或糖类 它组合成另外一种能量 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养分的时候 养分里面我们就讲到 有些养分是有热量 有些养分是有积物而已 是质控制 哪些养分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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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完蛋了 你又忘记了 热量 蛤 热量成量 热量啊 热量是能量 我的屁股 哪些成分 哪些营养素是我们的热量 来源 葡萄糖 哦葡萄糖非常好 还有咧 铁 铁不是甜 葡萄糖 你的食物里面不会有氧光 你又知道了 对 对 什么 对 来再讲两个 再讲两个下课了 维他命 热量不是维他命 病 病 虚伏是蓝色体 脂肪没有错 蓝色体 蛋白质没有错 蛋白质没有错 蓝色体 我们比较 主要获得的热量来源就是糖类 蛋白质 跟脂肪 蓝色体 脂肪 脂肪 脂肪没有错 所以人家想说 我要吃第一只的牛奶 为什么要喝第一只牛奶 会变了 因为比较难喝 因为他要瘦一点 会变化 因为他的脂肪比较少 他第一只牛奶 比较少 所以他的热量比较低 他就不容易变胖 因为你身体有很多热量的时候 他就会触及你 不断的是 去把你的食物都分解 组合 组合成什么 组合成自己的脂肪 组合成自己的结构 所以你就会长肉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也会消化不良的团体 那是消化不良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是正常消化 就会变成你的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吃了 吃了那些食物 主要是要得到能量 然后另外就是 要把它变成你身体的部分 所以你吃太多东西 它就会累积起来 那主要有些东西 可能消化不良 或者吃了太多热的食物 等它就没办 给你的能量 所以能量转换是从 生产者 他从哪边获得能量 生产者从哪边获得能量 从洋工获得能量 从洋工获得能量 对不对 然后再给其他消费者是使用 所以能量转换就是 让你转换 转换到最高级 然后呢 这些东西都会死掉了 死掉之后呢 能量会回到哪里 不要涂里面 被分泌掉 对 然后再被植物再利用 实际上植物利用 不是那个怎么样 植物在利用 只是那些元素 那些物质 被分解到的物质 是 我们拉死了之后 一天那两分 大概就排掉一半了吧 呃 有可能啊 就看你自己的 我们的 那应该不能提供 不是啦 应该说 人有一半都在麻糊里去了 有可能啊 有可能 那我们有循环到了吗 你排掉的部分 被细菌循环了 怎么没有循环 细菌循环就会帮你循环了 它能量就被循环掉 所以 实际上大部分的能量 哪里都是来自太阳 应该是 几乎全部 但地上 几乎所有 全部的能源都来自太阳 欸 薛薇 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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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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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没办法还原 没办法还原 对 目前来讲没办法还原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